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最高法院对特朗普决免财决意味着什么 这件事要说就慢慢说 我都要看了很久才能消化 意味着财决就是基本上似乎在大选前 真的很难再告他 杰斯米特的特别检察官 首先要把事情发回 首先他有解释 在告状里面哪些是属于有绝对豁免权 或者应该有豁免权 以及哪些是没有豁免权 但是另外一方面 最高法院将这些案子发回 等下级法院再谈究竟哪些是属于私人行为 哪些是属于总统的绝对豁免行为 以及部份豁免行为 类似这样的 搞得来 其实又到天亮了 先不要再说 如果大家留意的话 其实这个 就是什么特别检察官 今天有个法官 忘记了什么名字 那个法官里面 其中一个都说了 当然是共和党的法官 其实他都质疑 另外一宗案子在审计 就是这个杰斯米特的 他究竟合不合宪 他那个独立写词流 在两个州的 律师流 应该是这样说的 因为有涉及几样东西 就是那些资金 无限的资金 如果他不合宪 本身这个独立 警察官 根本你不要说要输 就是要告特朗普 你见过普通人都不行 那些是另外题外话 越搞就越大 大胆 好了 看看说什么 六比三投票结果 裁定总统对他核心职务范围里面的行动 是绝对豁免权的 其实 都不用裁定了 我也不知道那三票怎么投的 而且 推定他对其他官方行为都有豁免权 老实说 如果总统没有豁免权 我不是因为 帮一下特朗普 那他做什么都不行了 是吧 有些事情很清楚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譬如你说 你断正是强奸的 那些那些 那些就没有了 那些不是你职务范围里面的 是吧 好了 这个裁决注定了这个特别检察官 Jack Smith 针对特朗普 试图推翻 2020大选案件的各个部分 进展将会继续延迟的 最高法院在意见书里面写 前总统特朗普利用权力的一些方式 可以被视为去行使职权的 其实你问我 这叫做 鸡蛋里挑骨头 你结合法国议会 即是 你绿美梯 即是选举 所谓大胜都不是很大胜的 都未到六十个百分比 七十个百分比 三十几百分比 马里立旁他们那些 所谓 所谓的 他们讲的那些极右翼的 香港的新闻是极右翼的 含家产的那些左嘴 又出来杀人放火 又出来抗议 老实说 你结合这些一体 真是很简单的那些阻碍 永远道德高上讲到 包括加拿大那些阻碍 get back to China 其实是这样 讲就讲到什么和平与爱 你说什么民主呢 书 第一 他怎样极右翼 他说要杀人吗 要放火 是你电视 屌尼老母 两个人就要看 这些人访问他的样子 又有样子看的 左翼 真是的 又有样子看的 就算鬼狼也是 屌尼老母 屌尼老母 老实说 我肯下杀手 屌尼老母 最短的就是 你所谓 其实我觉得 相对理性的朋友 上台之后 你都要善待他们 你最惨是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他们永远的鸡蛋 都要咬骨头 那就看又怎样 那就看又怎样 好吗 好了 其实1月6日那件事 如果我们有看的 根本是多纠缘 到现在呢 其实都还有很大批 很大量的 你不要搞错 虽然那些人是劝退 所谓的拜登 但是你看他们的 言辞里面 其实是否拜登不重要 他们是不能够 比特朗普上去的 他们比特朗普上去 有些人是很笨的 因为真的以为 特朗普是一个 种族主义者 或者大口 但是更加多人知道 怕特朗普 真的会不会踢爆他们呢 因为他们已经是 好像是罗伯迪尼佬那些 已经是 含入得太深 在这个帐篷里面 回不了头 特别是那些学者 譬如这样说 如果保守派 以特朗普为首的保守派 在商台 执政了十年 一届 两届 三届 那是否可以令到 学校的学术自由呢 会比较 宽容一些呢 譬如不同的意见可以表达呢 你是那些教授 譬如今天 你是否敢表达呢 现在这样 于是乎我 可以说一些 不要说 什么呢 中间 比较偏右的说话 譬如说 巴勒斯坦人呢 这件事情是这样 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要觉得 喂 可能 有些已经是受这些影响大心 他们不会听的 他们又会指责你 那当然呢 如果有保守派上台 有法例保护你呢 其实好像以前那样 各有各港 是好的 但是现在这一群人呢 已经是中毒太深了 我觉得 我很恐怕呢 所谓的言论自由呢 你就算有能力去行使 就是美国的 比如说在那些大学教书的 你够不够敢行使呢 还是 你讲小句算数呢 虽然没有那么严峻 没有那么严峻 那么这个就对 这个就对 这个就对 所谓的民主自由大国的最大伤害 对吧 好了 细节我不讲了 首席大法官 约翰·罗伯茲 他就说 至少 OK 总统行使 他的核心 憲法权力而言呢 有一个 豁免权是 一定要 绝对的 他将这个权力 分为三个 核心的 宪法权力 官方行为 和非官方行为 在宪法赋予他的权力 他就绝对有权力了 不需要拗了 OK 简单一点 第二就是说 只要是官方行为呢 他说基本上 或者至少都假定 他是有豁免权的 官方行为是有豁免权的 至于私人行为呢 当然没有了 这个很容易理解了 那么他呢 在几个判决里面呢 他说的 就是举例的 实际举例 是写出来的 譬如 Jazz Smith指控他 Trump推翻 那个选举 OK 于是乎呢 他去 曾经多次威胁 要更换那个 代理司法部长的 最高法院就说 喂 他跟司法部长 讨论 是绝对有决免权的 记不记得那时候 喂 哪里哪里 欠多少票 和我那些票 就是说那些 他说他当然有权 跟司法部长去讨论 对吧 他怀疑 就是被人压标 对吧 而且那个电话 原来是很多人的 不是说单独的 另外 他跟彭斯讨论 认证选举结果的对话 法官 刚才那个呢 跟司法部官员讨论的行为 是享有绝对的决免权的 只要跟彭斯 讨论选举结果 因为叫彭斯 喂 不要认证选举结果 法院认为 川普对这个行为 至少享有 你推定的决免权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二样 喂 他是官方行为来的嘛 推定决免权 好了 现在呢 最高法院是会将这些所有准备 关于用选举人的问题 发回下级法院 就看下级法院去确定这些行为 是属于官方还是非官方 那么如果下级法院认为这些行为 是非官方的话 那么当然了 他就没有决免权了 嗯 但是这些有时间搞了 此其一 其二 其二 其实呢 如果他说 他跟彭斯那个对话呢 都是有推定决免权 你很难会 觉得 就是下级法院如果要跟 那么 是不是都应该有推定决免权呢 他真的要准备 用选举人的问题的时候 那么但是这些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心灸了 某程度呢 简单来说 他今次这个裁决意味着 特朗普呢 在这一役里面 应该都不是叫漂亮 都是赢了的 嗯 嗯 那么 搞不及的 我觉得你民主党反而 简单点啦 叫你想想 你那个 Joe Biden先啦 是吧 换又死 不换又死 你换又不换又不换又换 太似了 你换了谁 何锦麗又重新 对了 因为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用何锦麗就不用再投赡 何锦麗是条件可以直接投赡 但是你怎么用何锦麗呢 我不知道这些事 拜登老婆可以这么多话说的 哇 偶尔利路 不是啊 那他老婆家夾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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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哦 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拜登老婆 这么多话说的 首先是现在才出来哦 哇 他真的是西大后 你会不会见 就算李家超老婆 也不会夾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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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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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麽未有這麽狠算 不是 他是不是 江青你代表自己是 不是 他是不是自己 其實他這樣更好 你去選吧 拜登女兒 除了你按摩扣之外 其實真的頂不住他 這樣氣險 他可能覺得做第一夫人有事 當自己的大女生 真是癡能 這兩件事 我們首先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 這些突然間話風一轉 韓國 這個女生慘 真名不是韓仙月 真名是李凱倫 32歲 被發現 自殺死亡 陳詩是仁川廣域市西區的住處 現場沒有他殺的 嫌疑似乎是自殺的 自從韓仙月的死訊傳出之後 粉絲和網友 都在韓仙月經營的Youtube頻道留言 悼念他 不過其中有些粉絲認為 韓仙月的死因恐怕並不單純 因為韓仙月 生前經營的付費成人影視平台 Only Friends的頻道 Only Friends 大家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 上次訪問完 尤紫衛 尤生尼 尤生尤尼 尤生尤尼 我才知道現在有些Only Friends的頻道 即是你付錢有密碼 有登入 就看得多很多東西 Only Friends的貨 OK 我這裏 加入新尤尼的Only Friends 好 然後就說 我做雪時尤馬哥 你拍得和 OK 話點少 好了 網友說 其實韓仙月 兩個月前都上傳那些影片 透露他的心境 說他太久沒有拍歌了 目前有沒有男朋友 如果有男朋友的話 應該會很難繼續拍的 但是網友就很震驚了 翻過了 為什麼他這麼說呢 就是覺得他們 什麼呢 因為 他給人的感覺是活潑所朗的 但是 後來他就無端端去經營了 這個付費的成人影視平台 就是Only Friends 而且拍攝的尺度極高的性愛影片 包括 舔屎眼 這樣就不算很平衡 吃屎 吃屎 這樣就難搞一些 吃狗治療 這樣也不難搞 跟街友集交 即是說 街道和一些人到處搏 這些就令人奇怪了 好了 然後他在兩個月前上傳說 太久沒有戀愛 沒有男朋友 因為如果有男朋友 應該不能拍片 於是那些人發 就可以去推測了 他是不是被他的所謂男朋友 迫拍片呢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他會留他這句說話呢 因為他自己的女孩子 在想說 如果他喜歡我 他沒有理由讓我拍這些片 所以就沒有男朋友 有些網友就這樣 覺得 那 網友說 他之前拍尺度這麼高的A片 包括跟街友做愛 吃狗 吃狗治療 下場就這麼慘 是吧 他說這麼多集交 即是我真的懷疑 他是不是被強迫拍攝 我自己敢有的網友說 感覺應該被其他人施壓 有的網友說 據我所知 是他老公提議他 就是男朋友 開始拍攝這些東西 他說 你看這些片 他的臉 總是有一個 深不可測的黑暗 真是不好 不開心 好嗎 那麼 他深知內情的 韓國網約A透露 原來韓先月 2015年大學畢業之後 就從事無特兒的拍攝打工 但是 雖然做賽車女毛 初期很亮眼 但是經過幾次拍攝 主辦單位總是嫌他矮 腰太長 胸太細 只是有可愛清純照 就沒有什麼留下性感火辣的照片 但是到了2018年 1989 新冠疫情限制 市場就飽和了 那麼韓先月幾乎沒有了 所有收藥來源都沒有 接著就遇上現在 男朋友 接受龍胸手術 而且開始拍攝一些拿露的性感照 都是拿露的性感照 然後 2019年 2020年 他就和無特兒業界斷絕所有聯繫 沒有人找到他 甚至乎 就和丈夫一起去年開始 轉戰成人影視平台 就佔入街景了 老公還買了一架幾億的保時捷 好景不上 去年年底 就因為拍攝性愛影片 遭到調查 老公的保時捷 都受到扣押 才變成這樣 老實說 如果有我老公 如果有我男朋友 叫你去拍這些 我也很可能懷疑你老公 男朋友 然後買一架波子 對你什麼感情 他自己都說 如果有男朋友 沒有理由 可以繼續拍這些 現在可能男朋友叫他拍 我們看看這個 韓仙 其實真的是一步之差 韓仙月仙 其實是挺甜的 沒有什麼波子 這是事實 很難說 很多女生都很漂亮 就是AV 下一張 你看這一張照片 就是在網站 全部都除掉了 最後再看一張 他沒有什麼波子 這一張就夾到 出了波子 或是龍河空 但其實都是嬌味的 那就走了 唉 好 回來 跟著呢 這件事見 你不說 我以為是 小電影的橋段 因為小電影有這個category 那些鬼咸 日咸有沒有我就不知道 英國某監獄 包出 女獄警 和男性 囚犯發生關係的事件 其實首先 一件事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 男性監獄裡面 會有女獄警 是呀 那些人經過 你肯定 那些鬼佬 當然要有什麼 機會平等 那些事情 那女性監獄 有沒有男獄警 他們可能都會擺 但其實你問我 女性監獄 不是女獄警 男性監獄 不是男獄警 很簡單 在軍隊之中 吵你了有沒有 是 行軍 搞機的就是不行 不行 不能進去 搞機的人 什麼 不能談 打仗 如果有個 他不說 我們不知道 誤了一件事 吵你了有沒有 打仗的時候 吵你了有沒有 原來有個機佬 整間我看了很多人 不認識 這樣是不是歧視 如果你說這些是歧視 就只有我當歧視 我現在都不知道 想一想 想一想 你泰國 那些 哪些人 他批評到他 其實看他樣子都知道 跟著都豁免他們 就是免得在裡面 會產生這些情況 嗯 好了 經過調查之後 這個31歲的獄警 林達 Linder Linder 就 現在調查中 這一宗獄警 和囚犯博野的事件 在外媒上受到討論 雖然多家媒體 沒有指名道姓 但是英國媒體 每日郵報 報道裡面 就直接點名 就是這個獄警 Linder OK Linder Di Sosa 阿佑 還訪問了 她姐姐 安德烈娜 安德烈娜說 她的妹 就是Linder 好似有成人平台的帳號 去年更加和她的老公 Levin 尼丁 一起參加過某一個 尺度很大的直播節目 Linder和Levin 都擁有一定的知名度 安德烈娜說 她沒有看過她的節目 因為妹妹做的直播節目 內容太過腦骨了 安德烈娜 即是姐姐剛才說 知道妹妹在監獄工作之後 她曾經跟妹妹說過 喂 麻煩你不要把她的私人生活 和她做事混合一堆 即是說她姐姐 都知道她的東西 如果不是不會說 她做獄警之後會這樣說話 她說不要做不合法的事情 很遺憾 妹妹沒有聽她這樣說 肯定妹妹是很開放的 老實講 如果你問我 喂 男人有時會這樣說 譬如說 喂阿正 我現在進去做柳基 去女子監獄 嘩 你媽媽 你不敢搞別人 即是男人我會這樣說笑 但如果那個女人說 姐姐我打算做柳基 去哪個監獄 你不要跟別人表悉 你小心 要不然姐姐會這樣說 好 那結果 阿Linda 就真的 和囚犯打招呼 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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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現在已經辭去獄警的工作了 姐姐就說 妹妹 要自己承擔後果 至於監獄管理局局的發言人就說 員工腐敗令人無法容忍 現在已經向警方檢舉 在影片出現的前監獄官員 目前來說 就不便發表評論 各位網友 首先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男子監獄有一個女獄警 第二 還有一個這樣的女獄警 其實是有些缺點的 不是 不是 The end 我們慢慢看 但是 如果有件這樣的事情 在監獄裏面 不要說你撩他 他不撩你 你也撩夠他 你男人也知道 看東西也看得多 像我們老友阿東說的 蹲得兩個禮拜 看到男人 白淨一點 原來 是 浸溫泉 是 突然間看到一條女 是 就是浸溫泉 後來看清楚 背著我 原來是馬路 但是我都全程看著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背部的骨 是幼細到 還有白淨到 皮膚 完全是女人 想想可以騙到你 之前我認識過 中宿洋子差不多 中宿洋子 對我來說不算很有勢 那個實際 你真的 有勢一點 像阿波一樣 噢 有沒有擒他 我當然不會 是浸溫泉 是 但是呢 你後來看那些毒 他 他跟朋友一起 你又不覺得都是雞 但是你背部看他 哇 真的完全是那種白淨 那種骨勢 嗯 好了我們看看這個 阿Linda 他的名字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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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那麼多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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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唇還好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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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 怎麼搞啊 好 下一張 噢 噢 這張 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 你不要管 你看一下口信 噢 噢 就算他不是獄警 但當是普通的女兒 一級暴盜有餘 叫嚴母公款 還何況噢 噢 我已經在一個監 真的監瘡 噢 屌你了 有沒有譚為尊 差不多 什麼 奧奔州 肥貓照點 屌你了有沒有 你整件這樣的東西 是吧 癡癡癡癡 再去 這個是畫面曝光 屌你了有沒有 但是那個監犯 是 屌你了 我真的很不明白 我至於有些街客 喂 我很不明白 你有沒有留意 那些日咸 不是日咸都是鬼咸 是 我真的不明白的 那些鬼咸 那些男人經常在拉鏈 那裏把那裏拿出來 就是屌的 是吧 你有沒有發覺 還有這些都不像坐牢的衣服 那些我不管 你有沒有發覺 通常我們屌你 譬如你這條短褲 你一聲就脫下來 是吧 他們不是的 是拉一拉鏈 你拿一條狂的衣服 因為爽的 當然不爽的 而且沒有爽的 你亦都容易被它戒到 是啊 真的被一條拉鏈 如果你們倆是 我真的不明白 當然是 你脫在那裏 你不要踩出來 放在膝蓋那裏 是吧 好了 但是 這條短褲有缺點的 我們再看看第四張照 哦 原來是這樣 是大隻的 就是你倆的 你看那隻鼻 那隻鼻 你有沒有怕紋的 那隻鼻 但是這樣說 喂 如果你在監獄裏面 西法華火腿 這些其實是很噁心的 這是我所說的 就是肥雞丸 是啊 但是 又這樣說 如果你在監獄裏面 如果大家 張心比心地坐牢 我倆勾勾 你有沒有 有一條這樣的東西 喂 這個不是很醜 就是肉 很難過自足 坐牢坐十年 李敏禎也怎樣 李敏禎也會有些過份 雖然我也認為是很普通的男人 但是李敏禎也會離譜 幾哀的樣子 喂 喂 這樣說真的 這些屌你 還有他有這樣 老實說 喂 這些啊 你不要說屌蝦 就這樣把屌蝦去大腿這麼粗 在屌下面 兩條大腿 就是叫做 屌蝦的上方 插在屌蝦 屌蝦的兩邊 插在大腿夾 不用吵進去 也有時間玩 這麼厚肉 舔雞腿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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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不過他都是健壯的 看不清楚 應該都是 你現在看看 有要的其實可能是粗 但是Anyway 如果你說在監等 在監獄裡面 喂 年輕女 吵你了 不吵 嚇鬼嗎 OK 好 休息一會 一個廣告之後 播放